詭異到向選民報告的現場 大家很熱烈的討論這個宋的 參選的影響 事實上呢 我們從這個知識度可以看得出來 雖然馬領先猜游7.5% 宋家進來 但是宋的這12%到底從哪裡來 不僅我們台灣 我想藍綠都關心 李光耀都很關心 這個鄭正兄 我聽沈富雄昨天告訴我 說你認為宋楚瑜會當選 那現在認為宋楚瑜會當選 其實非常少的 為什麼你認為很多人是投他 但是看好路並不好 並不認為他會當選 李光耀也不在那裡 當然我也不認為他會當選 為什麼你那麼強烈認為宋會當選 理由是什麼 宋志強好像說我從蔡英文拉5% 從馬英九拉5% 我可能就會贏三足頂利 但是事實上他這邊的支持度 已經從藍綠各拉了一些 要再拉5% 都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那為什麼你們認為他會再各拉5% 我再度強調一次 宋楚瑜一定會贏得 總統大選 他一定會當選 各位都忽略了一點 台灣的民眾已經厭透了藍綠惡鬥 台灣的民眾已經再不願意看到 藍綠惡鬥喪失了國家的競爭力 藍綠惡鬥把人民的權益丟在背後不去管 只為了爭奪 只為了爭奪 只為了爭奪選舉的勝利 不惜犧牲到國家的利益 以及人民的權益 這是人民最痛恨的地方 如果各位忽略了這一點 那今年的選舉一定會看走眼 我說李光耀內閣之政 他在前不久已經對新加坡最近的總統選舉 第一次看走眼 這一次會再讓李光耀第二次看走眼 這是我的預期 因為台灣人民的感受 只有我們走中間路線的人 才可以真正貼心的感受得到 這個時候如果國民黨以這屢次的高民調 遙遙領先的高民調 來認為說自己穩當選 而且剛剛有人說 國民黨繼續要打他的政績牌 所以他能夠贏得選戰 如果國民黨沒有這個覺醒能力 還在打他的政績牌 國民黨穩輸不移 為什麼來說 你馬總統 633的支票 你變成什麼樣子 我就不用再數落它了 你又提出了所謂的 跟著人家屁股後面的 所謂的黃金十年 老人說你的心意何在 再說你就算連任成功 你的任期也只不過剩下 四年零七個月 你提出十年 你替誰再提出你的政綱 提出你的遠景 所以馬英九太不務實 再過來 這個時候 拜託國民黨 不要再跟我們談什麼合作不合作 國民黨要跟親民黨的合作時間 是有的 在七月中旬之前 宋楚瑜都很希望能夠支持馬英九 能夠贏得連任 但是請問馬英九有把宋楚瑜當一回事嗎 宋楚瑜實在是看不下去了 他真正有心要幫忙你的時候 你不把他當一回事 宋楚瑜認為天下蒼生已經忍受到藍綠惡鬥的苦狗 所以他必須要領導中道理性的人走出未來的中道理性的路線 這個是很堅定的 所以我在這裡必須再強調 宋楚瑜一定參選到底 這點不要懷疑 所以國民黨你好之為之 你也不必再來跟親民黨說要談合作 怎麼個合作法 真的對你也有傷 對我們也沒有什麼好處 我們有觀眾在call in等很久了 台北王小姐請說 你好 台灣的民眾已經驗見了 親民黨的吹牛吹嘘說大話 我們一定會讓親民黨看走了眼 第二 我覺得這以為是新年代的新聞 面對面的砝碼集團的集合 第三 我覺得有些名嘴是自己的內心也有偏見 自我膨脹 以尖酸刻薄 面對面談話的時候都是一副 馬英九 你是誰呢 我覺得不應該有這種心態 謝謝 好 那麼中和的冷先生 冷先生請說 你好 是 我想請問一下陳委員 身處於當深度吸收 弄了多少國代 這點我想請他解釋一下 多少文字館 是宋瑜蓋的 宋瑜當深度吸收 他只會花錢 砸錢砸多少錢 到各地正方中我去 親民黨要 我贊成國民黨的兩個 不要跟親民黨和談 談什麼 宋瑜要再敗 我請問一下 宋瑜是要自殺 怎麼樣 他不能退出資產了 已經退出一次了 現在怎麼去 宋瑜要講出一句話 要怎麼選上 我就自殺 跳海 不要敗 要跳海就好 不要衝動大家 好 永和的陳仙 陳仙請說 喂 請說 各位好 我第一個問題是大家都會肯定的 那就是今天如果李登輝出來選 宋瑜不出來 誰當選 我相信你們的答案都是一樣 第二個就是陳仙生講說 那個宋瑜一定當選 那從明天開始 雙贏就不要競選了 就回家休息了 陳仙生的這個老軍 跟共產黨一樣 他說 藍鱘在額鬥 人家明明是在競爭 為什麼叫額鬥呢 真正額鬥的是 宋瑜 我們看他的那個臉 他就在鬥爭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 剛剛他提了個問題 很有意思 就是說如果李登輝出來選 誰會贏 馬恩就贏 因為李登輝一定會分掉蔡英文的票 意思就是這樣 同樣的問題 如果蘇貞昌也跟蔡英文出來競選 誰會贏 如果今天說兩個 那大家說 蘇貞昌搶的票一定是 那個魏表泰的 他搶不到這個蔡英文的票 大家會相信嗎 這很簡單 你現在反 你反 你現在扯半天 就是說我們就事論事啦 換句話說 你又問我 我認為這個老宋 拉掉老馬的票還是比較多 這就是一個數學嘛 那只是說 那現在怎麼辦而已 還是說 那宋的當然 如果和陳正是這樣很好 就是說 宋一定會當選 那有這樣的 樂觀 信念 很好 如果說 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會啊 所以才會 如果宋真的會當選 沒有話講嘛 那本來就 當選人就不選 現在怕的時候 宋出來 他又沒當選 然後呢 又把馬給拉下來 藍軍當然是有這個優力嘛 那對六軍來講 他可能覺得這個很好 就是這樣 今天同樣的 如果你問藍軍 蘇貞昌下來選好不好 我現在藍軍名料都很好 那連署 可能藍軍幫蘇貞昌去連署啊 我曾經跟陳正正先生 我曾經要跟他打賭 我說我賭 宋廚儀一定第三名 如果三組候選人 你們賭了沒 一定第三名嘛 那如果第一名或第二名 都算他贏 他佔三分之二 我只佔三分之一 後來他講說 那個打賭 開玩笑了 那就算了 哈哈一笑算了 那他說李光耀 李光耀在新加坡看左眼 這一次也會看左眼 我覺得不會 李光耀這一次 我覺得他看對了 因為要選出來才知道嘛 我倒是覺得 這麼多人裡面 我們陳先生獨具之眼 他獨具之眼 他那個慧眼 跟我們看的不一樣 那如果選票出來 宋廚儀還是第三名 我不曉得宋廚儀 到底給你們講什麼 讓你們對他這麼信心 這麼民調 而且不只是忠實萬法民調 他說穩居老三 而是人家的三分之一 你說他短短三個月之內 一定會贏 一定會勝選 他怎麼會 宋主義士 這點我想請教一下 請教陳偉 是你自己對宋這麼有信 還是宋在內部跟你們講 我一定會贏 宋有沒有跟你們講 他一定會贏 我要發驚人之論 請說 當前的民調通通不準 就如2000年的總統大選 一直到選舉投票的前夕 馬英九還發表了一份民調 說連戰最高票當選 如同那年的民調一樣 準嗎 絕對不準 我敢打爆票 剛剛鍾信兄曾經引用了 情治單位的一個估票 他並不是用這樣民意調查的方式 他是用訪查的方式 老人說這三組候選人 只有我們在進行訪查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進行連署 進行連署 我們必須要去拜託人家 我們拜託人家的回應 我們非常的清楚 老人說 我們本來就知道 我們一定會連署過關 連署的分數多少 對我們來講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 我們去拜託人家來連署 人家的反應是什麼 老人說這三組候選人 只有我們掌握 最多的訪談的訪問 我是根據這一點來說 第二個 我根據歷史觀 我這個歷史博士 我完全用歷史觀來看問題 歷代的更迭原因很多 但是軌跡可以找得出來 好 我們要休息一下就回來